阿波罗新闻网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习又要举国了 动用全球最大规模政府主导学术机构 两事件自寻绝路 中共拿到烫手山芋 美发导弹13美元 新武器或改变战场规则 金正恩邪女出行 官媒突用五字暗示接班地位 今天是3月16号 星期六 亚洲时间星期天 请您多多支持 您的点赞 转发和留言 将推动油管推荐我们的视频 让我们一起成长 也请您订阅我们的频道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习又要举国了 动用全球最大规模政府主导学术机构 北京当局以举国体制力拼尖端科技超音赶美 中央社引述香港《南华早报》报导称 如何突破西方的卡脖子 中国科学院被中共党魁习近平寄予厚望 以致院长侯建国近来走访位于北京和武汉的研究机构 凭呼要响应习近平的号召 加紧努力抢占科技高地 过去中共致力于集中有限的科技资源取得一些成果 但往昔的成功并非当今仍可复制 2020年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兰曾示警 别对举国体制抱持不切实际的想望 薛兰指出 但是许多重大科研挑战夹杂着高度不确定性 在此情况之下 举国体制有其限制 如生产先进芯片 绝非仰赖国家注资即可轻而易举搞定的特定科研难题 因半导体是全球性 高度分工且资本密集产业 美国俄勒冈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美中科技政策研究专家苏迈德说 迥异于早年 中国以日益成为庞杂的科技工业社会 目前仍难以调和 如何使各方不同的利益趋于一致 若操作不当 举国体制即可能导致失败和浪费 如国家大基金 自2014年起 筹目450亿美元 挹注多项重要的计划方案 当中若干因涉及自意挥霍与贪腐频传 而以失败告终 苏迈德表示 一再以政治施压从事的科研 以符合国家所需 以及借由好奇心诱发 而备受鼓舞所开展的研究 两者之间向来相互抵触 更有中国科学院的学者担忧 高喊创新口号所驱动的任务 势必背离废时 又需避免人为干预的科学探究 两事件自寻死路 北京拿到烫手山芋 美国国会众院 本周以352比65的压倒性多数 要求北京的字节跳动 半年内出售抖音 海外版TikTok美国公司 否则TikTok在美面临下架禁令 此案现宜送到参院审议 参院或修改补充 原案通过或是搁置不动 目前说法不一 如果通过将交由拜登签字生效 世界日报报道 TikTok在美国发展迅速 成为第一大社媒平台 据统计 按年龄划分 TikTok用户的最大比率 25%年龄在10到19岁间 随年龄层增长 TikTok用户的比率下降 绝大多数用户不知道 TikTok的母公司是字节跳动 更不知道字节跳动2014年10月 在总部成立中共党支部 2017年4月在成立中共党委 而按照国家情报法数据安全法 网络安全法等 在中国境内的公司 依法有配合国家情报工作的义务 除了保护用户各自隐私 以上升到国家安全层次外 有两件事显示 TikTok经由特殊算法 涉及到影响国家安全 抵触美国外交国家利益 更加深分化美国政经 与文化价值的矛盾 其一是去年17日爆发以哈冲突 TikTok利用算法 向美国年轻族群 推送支持哈马斯与巴勒斯坦的内容 远超过推送支持以色列的比例 其二是一位C世代 有近70万追随者的 TikTok网红环保积极人士 Alex Haros与环保团体 去年11月起 在TikTok平台 大量推送宣扬使用天然气 对气候的伤害 超过使用化石燃料 竟成功让拜登政府临时刹车 在1月底宣布暂停 核准液化天然气新出口措施 举事大惊 拜登外交国安政策 竟然深受TikTok内容绑架 拜登连任之势 已无法承受 再批心战线 流失Z世代票源 目前参院犹疑不决 主要原是在重院法案通过太快 参院根本还没有来得及 弄清楚重院版法内容 美发导弹13美元 新武器或改变战场规则 英国国防部3月11日 在X上发布了 Dragonfire 龙火 激光定向能武器系统测试视频 记录了今年1月 在苏格兰举行的一次 模拟演示活动中 这款新型武器 成功使用激光攻击 空中目标的情况 视频中说 这对防空来说 是一个潜在的游戏规则改变者 英国国防部表示 龙火导弹可以远距离精准击中硬币大小的目标 但该部没有提供细节 据称 这种武器的具体射程属于机密 据称 龙火激光武器成本低廉的令人难以置信 英国国防部将发射10秒激光束的价格定为13美元10英镑左右 相比之下 美国海军用于防空的标准2型中程导弹 每次发射成本超过200万美元 龙火武器系统是英国国防部和工业部联合投资1亿英镑的成果 英国国防部在1月的一份声明称 它有可能成为目前导弹执行某些任务的长期低成本替代方案 CNN网站3月14日报道 近年来 防空导弹的成本已成为防务界热门话题 低成本无人机在乌克兰战场肆虐 以及胡塞叛军在鸿海和亚丁湾发射无人机 袭击商业和军用船只 导致欧美导弹消耗不平衡 美国国防部国防和安全助理主任詹姆斯 布莱克今年1月在《兰德欧洲智库》一篇博客文章中表示 龙火可以帮助扭转这一局面 金正恩邪女出行 官媒突用5字暗示接班地位 朝鲜中央通信社朝中社16日报道 金正恩邪女儿视察朝鲜江东综合温室农场时 中英文版报道分别以伟大的向导者称呼金正恩之女 法新社报道引述分析人士指出 此词通常用来指称高阶领袖 因此这次报道暗示她作为潜在接班人的地位 平壤官媒从未指出金正恩之女姓名 但韩国情报单位点名她为金珠爱 朝中社报道 伟大的向导者们和党政军领导干部 一起参观了江东综合温室 韩国的朝鲜大学院大学教授梁茂静告诉法新社 这是第一次将金珠爱升格为领袖的尊称 韩国首尔世宗研究所朝鲜半岛策略中心主任郑向昌则说 朝鲜用语向导通常专指平壤政权的最高领袖或其继任者 这种对金珠爱的个人崇拜程度 强烈暗示她将接替金正恩成为朝鲜下一任领袖 朝鲜官媒首度于2022年由对外曝光金珠爱存在 当时她陪同金正恩见证一款洲际弹道飞弹发射 此后金珠爱屡次在金正恩的官方行程中出现 包括军演、造访军火工厂、阅兵、参观养鸡场等 平壤16日释出的照片 也可见金珠爱近期曾在金正恩身旁 用望远镜观察散兵演习 今天阿波罗网副频道视频内容是 成龙老成这样 网友不敢认 判若两人 阿波罗网报道 面对国际媒体 她怒斥 两会就是狗屁会 蔡善坤 李强不揽权最安全 清零时为软禁高官 您可以点击视频的右上角观看 感谢阿波罗网会员的赞助和大家的支持 请您订阅、点赞、转发和留言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